今天我们来看一台Fluco 107 这一台是不开机的机器 机主说不知道为什么不开机 那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能说我先把它拆开看看 看看里面是个什么情况 机器拆开了 然后不出所料 进水腐蚀这么大一片 另外一面干干净净啥也没有 这一面全是腐蚀的 非常大一片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么问题就应该出在这一片上了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开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来测个电阻 100欧读数1.004 没问题 然后我们来个1000欧 一字不差 进度还是蛮不错的 反正说进了水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电容 1.026 有一点乌差 但是问题不大 好 那么其他的我们就不用检测了 这个表我们就已经正常修复了 背光也是好的 好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